这边的话还选择了小火龙 没有选择我说的卡丽斯塔 因为卡丽斯塔打这个对面那个组合打不了 就让上单吃经验让辅助不吃经验 二级的甲子4月2这个话应该要杀瑞尔了 怎么说先约打不了369 有意约不了啊得下一波了 闪现跳起来高铁亮很肿 那高铁亮被换了甲子跳走了 坏但没事还能杀一只瑞尔 这边把甲子打出经验区就可以了 但是甲子可能硬着头皮等发1 等个1继续硬上来吃 那杰克不给吃 跳上来然后之后等1 不要被打晕就行 好像是甲子对他来说 这就硬吃我不管 我就是要我就是要炫 有1 没事 杀掉了 杰克再A一下 哎呦好细的月塔 涛伯赚麻了这月塔 太细了吧哥们 这边硬来 杰克要闪布隆这边没有闪 好像布隆这边要死 人头怎么说 还让给小火龙了 这边血妈亏 我说实话 有优势 但我感觉不够大 小火龙多少层 他们看不着用呢 这边瑞尔直接开 那没人后面踢了 这个小火龙给大杀很高 瑞尔马上先死 这边DK做了很不明智的选择 这边全被打死 发条过来 怎么说全不了大 夹死这边来了 发条也活不了 这边DK给机会了兄弟们 这发条也活不了 追到死兄弟 麦谁追到死 完了不想走 把冰车都死得了 给机会了DK 这边的话开始撞 要提速套果 没问题 这边的话赵现 若然想去把这赵心打下来 但赵心没有 赵心有大 但别拉了 赵心会死吗 赵有大招死不了 这边假死 这地头放的不错 这边怎么说 这边要被处理掉了 这边兔子一个大杀还打得很足 这边的话 八条也没给大 小火龙也没给大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DK 这DK他是赢的哪两个队去的 2-0啊 FNC跟Fly 我看了一下 我感觉他们跟涛果不是一个档次的队啊 他们选了个小火龙 怎么这么积极寻求对抗呢 经济还没拉开呢 那5000还不够啊 18分钟 你要多少啊 18分钟领先1万没有呢 现在涛果就追着打 那建筑人就打 又要寻求对抗 卷回来杰克 杰克没闪 打不死好呀 这边的话 又倒了 这个King 这边买油 买油被小火龙处理掉 这边蝎子能走吗 瑞尔这个位置好像可以活 蝎子还有大 小心点 闪先拉 但是照姓你们的话也交了自己的闪 躲开了蝎子 躲开了蝎子 这么一键射到蝎子 蝎子没闪的 怎么说 all in的蝎子 蝎子交谁技能吗 交出来 这边秒掉 没有问题 滚滚他们野区的雪球 这边还有大龙 应该是要开始A了 没有这个犹豫的 没有 来不及解释了兄弟们 开A 夹子下路还在继续带 这边DK是要把龙给了吗 不想给想去操作一下 这边的话 套博的机会 可能就在这里就结束比赛 这边的话 DK不要了 给了 不是兄弟 你现在把大龙给了 那你他妈下路打内波的时候 你想啥了 就这个游戏最愚蠢的事情 就是你做出了事 然后你再想用其他地方去找补 这是最蠢的你们知道吗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你就别犯错呢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你就别犯错呢 不是不犯就是 他那个是个明显的 就是他们太异响天开了 他们去开始他们想什么 哎我们有TP 我们可以绕 我们可以绕后 那你们有TP 那对面没TP吗 这边直接电龙 开始 怎么说 这个位置 往前肿 轻点TP过来了 打了一下参照灯 这边招星有大招 想拼逞 被拉了 能交不来逞 招星是交不来逞的 因为被压制 压制是交不了技能的 这边兔子这个位置 会被秒吗 兔子这个位置有点差 奎藏提在单挑被喷死了 兔子被斩杀了呀 这边奎藏提跟加斯 单挑打得过吗 加斯抬了一个金身 这边发条有大吗 没大 这边位置 听见开了一个转 能跳子能闪现走 这个位置还在拉扯 但小龙喷的还不是很痛 蝎子先倒了 那么DK还能再玩五分钟 这处决有啥用啊 没有处决这东西 英雄联盟也 英雄联盟有斩杀 没有处决 你他妈玩永迹无奸呢 兄弟 真刀结处决啊 这边直接开始开这个位置 瑞尔应该是要被仙瑞留了 这招星被拉回来 怎么说 这有大招 这边瑞尔应该是要先倒了 这边大招发条大拉的还不错 小龙喷再继续喷 这边蝎子也倒 但是没有后续了 三六超伯这边 死了两个人 掉了一个上路高地 但是能接受 对于这个DK来说 反正都死二十二分钟了 继续往后拖呗 孩子们 等我六神 再掉一路 那么加给了 不要了 怎么说 怎么TP过来一个三六九 说他还可以 扎子跳进去 三六九顶到最前面 喷得有点痛 那两个梅亚塔全爆了 开点击地了兄弟们 这边奎堂体 一个大爱鸣倒了 这边怎么说 没了兄弟 加倍了 让我们恭喜淘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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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